战哥和姊妹作为如今炙手可热的CT 也是有不少的人期待着两人从余生的世界走到现实生活 优秀的战哥作为许多粉丝心中的男神 虽然25岁才出道出现在大众视野 但有时候机遇和努力他都把握住 短短几年时光飞升成为顶流 虽然这一路上有许多荆棘 但战哥还是让自己努力屹立在顶峰 从数字事件后的他开始谨言慎行 时刻珍惜自己的羽毛 就算是今年的生日也是低调在剧组度过 而遇见姊妹的他也是抛掉了他从前一贯的高冷形象 回顾当初拍摄余生的花絮好像休息时刻养子的 身边永远都站着一个战哥 绅士体贴的他也是无时无刻的照顾着姊妹 甚至成为她的专属摄影师 彼此为对方拍了好多的照片 而最近姊妹晒出了笔心的照片中 表示自己缺个文案 但有细心的剧粉发现 和余生情节中拉着彩灯笔心出奇的相似 文案是不是可以配成故一声爱你哦 不得不说肖战和杨子还真的有点玄学在身上 两人近期营业的照片中都是有出奇的相似的角度 以及一些所谓的情侣装 两个优秀的演员自然也吸引了无数的粉丝 相信很多人都是从余生这部剧入坑他俩的 但众所周知余生在2019年拍摄完成 也是积压了将近三年才成功播出 在余生还未开播的两人确实不怎么避嫌 曾经两次缠练微博King和Queen 那时候战哥在微博之夜上提群摆的举动 也是让不少网友看了都直呼不简单 毕竟战哥这个对所有绯闻都避之不及的人 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为姊妹多次提群摆 从此便有了肖大勇这个称呼 然而却是在余生播出后 因为两人都比三年前更优秀更火 同况也是一次比一次的少 但都说优秀的人总是相互吸引的 这不这段时间晒出的照片 同款的吸猫吸狗的样子也是不要太好磕 那么看完这些 你有磕到战哥和姊妹吗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